我们昨天其实也大概就是说了一下这个操作流程 我们来的时候设备就是这个样子 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是开机 开机的话 然后之前也就解释过说这是什么 然后其实我们来的时候 你可以不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但是它上面有数字 你就按照数字开就好了 然后这个一呢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 明厂这个卤素灯的方圆 开就好了 然后二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宽敞荧光的光源 然后三呢就是显微镜的就是开关在这边 它上面也有三在侧边 嗯 对它都是有数字 也有名的 我们就根据数字 然后三呢 然后就是四 四呢开关 这个是金芒七的谷 这边呢是单独的就是 它上面有数字是 405 然后 428 561 和640 四路激光 然后基本上你用了什么染料 你过来就用哪路激光 这个是 你来的时候来之前就确定好的 所以你来的时候用哪一路 你就开哪一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这个是激光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控制器 这是我们的侧别 开一下 然后剩下的呢就是电脑和软件的 然后剩下的呢就是电脑和软件的 然后我们再开这个 因为用过的样片 我的样片就是 488 昨天开了405 但是405效果不是很好 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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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2 3 2 3 3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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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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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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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9 9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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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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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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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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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9 9 10 9 11 10 9 10 9 9 10 11 10 15 11 20 因为荧光你看 它其实照样品 然后信号就回去了 它其实跟上半部分的关系不是很大 但你看明场的时候呢 它必须下来 但如果你看荧光的话呢 它其实可以不用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放样品 放样品的话 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物镜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这边有 我们有五个物镜 然后前面的二十四十 十倍 它是空气镜 但是你看六十倍后面 它有一个Oil 就是它油镜 所以呢 如果你是要用六十倍 或一百倍的话 那你肯定要先切换物镜 然后再低油 然后放样品 这是一个顺序 如果你是前面的空气镜的话 那你无所谓 是先放样品 还是先放物镜 我们可以 如果你要切换的话呢 你在这边点一下 它这边就切过来了 所以我们开好戒 然后就是选好物镜 然后是放样品 这个是倒置选不选 所以扣去 如果想要固定的话 然后呢 也可以把它搭在边上 然后扣定一下 为什么这次 为什么我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台子呢 因为它是个手动台 因为你如果是电动台的话 然后你要做大幅拼接 什么之类的 它移动的速度会省快 所以你的样品会移动 但是因为它是个手动台 我们没有大幅拼接的这个功能 所以如果 所以说其实压不压 其实没有 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因为它没有快速移动 台子是没有动的 除非你手让它动 压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是先观察 然后我们昨天也讲过 我们观察的话 首先是在眼睛下面观察 所以我们要先切换 和光路切过来 然后呢 我们这边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 我们昨天说了 就是切的时候 只要点Airport就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是光路的 其实就是在眼睛观察 然后我们点一下 就看一下激光 有有有有